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英组统杯的比赛啊 那么第一场的话是布伦特福德在主场和狼队的比赛 第二场是福勒姆在主场和罗斯汉姆的比赛 第三场是热次赛主场和伯恩利的比赛啊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场布伦特福德和狼队的比赛 那布伦特福德的话这个赛季其实在英超里人的表现也是比较一般吧 他们目前是取得了五升四平十负 目前积19分排在英超第16名 狼队这边的话是取得了八胜四平八负 目前积28分排在这个英超第11名 但是在网级交手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布伦特福德这边还是有挺大劣势的 是取得了两胜两平六负啊 那进气状态来看的话 其实布伦特福德各项赛事也是比较差劲的 他们是取得了三胜七负 但是进步场比赛都是输要的比赛 但狼队这边的话进市场比赛表现就非常好了 他们是取得了五胜一平四负 进四场的话是取得了三胜一负一平啊 所以这场比赛定位的话 还是一个英超中游球队和一个英超中下游球队的一个这个比赛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布伦特福德这个025啊 也有给到0.5高档的 但是不过现在统一调整到了一个平手的一个低档 那这个调整其实对于狼队来讲 我觉得在初期被低看的狼队在后期再去高走以后的话 并且给到一个高档啊 会让狼队在这个后期被这个看的比较高 但是就是利用这一点啊 给到这个高档也会去帮狼队去阻止一些热毒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也是看好这个狼队能够在课程保持一个不败啊 刚好顶着这个高档高回报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是福勒姆在主场和罗瑟汉姆的比赛 那福勒姆的话目前在这个联赛里边是取得了7胜3平10负 目前排在这个第13名啊 那罗瑟汉姆的话目前是26轮比赛过后取得了3胜9平14负 目前是第18分排在这个第24名 网级交手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福勒姆有绝对的优势啊 是取得了4胜2平0负 那在联赛里边的表现的话 其实福勒姆最近在英超底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他们的主场尤其是主场 上场比赛也是在主场赢下了阿森纳 那罗瑟汉姆的话 他们在这个 呃 英冠里边近10场比赛表现是取得了 一胜4平5负 这个状态不是很好 他们最近这场比赛只赢了米宝一场啊 那场比赛也是在主场 所以整体来看这场比赛也是 英超的一个中游球 中下游球队和一个英冠的中下游球队的一个交手啊 咱们来看一些数据 亚洲初期是给到了呃一个半 有给到175的 不过现在的话统一调整到了一个两球啊 那这个两球其实对于福勒姆来说的话 呃是有一定这个难度的啊 入手难度的 但是不过现在又是也是同样给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档位 又给到了罗斯汉姆一个中低档 甚至这个纯低档的一个档位 会让罗斯汉姆这边被高看一些 因为网级交手记录来看的话 福勒姆赢罗斯汉姆两球以上啊 只有一场 所以这场比赛在给到这么深的一个数据之后的话 咱们还是要去支持一手福勒姆啊 正面看好一手福勒姆 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啊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狼队不败啊 结论是克不败 比分是1比1和1比2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福勒姆 结论是让平让胜 比分是3比0和4比1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伯恩利啊 结论是让平让负 比分是1比0和2比1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 我们下期再见